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旁边的一些人 一家是不是村支部书记 七口人都被杀了 然后还有另外 传说不一样 这个官方到现在都是封闭消息的 然后杀另外一家 在他在打过120之后 很奇怪 这个局限距离它就是隶属于日照市的山洞 他应该很快警察就可以到 警察拖后半个小时 然后这个医护人员先到 两个医护人员也被杀 那个人大概是杀人之后藏起来 然后等人们再出来 他再出面杀人 所以有一个用什么杀的呢 有人说是用土炮 但是呢 又有说看到死者呢 伤者死者呢 被砍伤的比较多 因为现在全都被封掉 所以统一比较中心的说法 21个人被杀 另外20多个人受伤 那土炮的说法比较奇怪 我们知道他说是透过建筑物 这个就是建筑行业通常用的那种射钉枪 你让给我感触就像射钉枪 射钉枪呢 在美国的有个电影叫 是黑人影星华盛顿演的 演的在他的第二集 就是专门 哎呀 我不知道那个电影国内叫什么 那他就是孤胆英雄去除保安良的 那么个 他其中在他第二集的时候 就是跟俄罗斯的黑帮在美国对垒 他最后杀掉那个黑帮的头 用的那个射钉枪 那如果那种射钉枪就跟当枪是一样的 他可以 他是就是这么距离打的 打的那个铁针大概有钉子 大概有这么长 我相信国内应该是有 如果他是用那个枪打的 那个枪是连发的 他可以压进一排 我见过的是压进一排 大概有三十多个射钉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大钉子 如果他够力度 那个枪很 反正我拿着觉得挺重的 如果他够力度的话 是可以当 就像那个自动步枪 有点类似 所以他是不是效仿那个电影用的那个枪 不知道 但国内说叫土炮 那土炮那就肯定是民间的说法 那也有说是用射钉枪 就是水泥枪 水泥枪那个东西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东西是要怼在水泥地上才能打 他是带火药的 大概十二个火药一排 当然那个力量很大了 可是他的特点就是你不顶住硬物 他是打不进去的 所以很难想象他要顶住人的脑袋的话 那么一枪一枪打的话 杀二十几个 时间上不太可能 但是从另外那种射钉枪的话 是真的是有可能 起码从那个电影当中显现出来的概念 是类似的 我在 回头在这期节目的屏幕上 按照他以为的 应该是用的 然后这个人可能是个特警 有说是特警 有说不是特警 但是呢 据说有一个人被抓 跑了两个人 所以说什么 各种说法都有 也有说杀了两个警察 警察也靠不了他身边 所以说法很乱 但是呢 他的震动性极强 因为发生在大年初一 那 而他的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的报复 那他跟主要两家被杀的人呢 中间有一些个人的恩怨 而这个个人的恩怨跨度时间很长 甚至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有跨度 也有一个说法是他进入监狱 他进入过监狱 进入监狱的原由 被判刑的原由 是被杀者 被害者家庭的成员造成的 也有说他有轻微的精神病 所以人们的讨论的不一了 但如果轻微的精神病 导致这种行为的话 有一种解脱的说法 因为如果你把它算成轻微精神病的话 那一院要承担责任 所以他应该是在围绕着日照式故事发生的 而具体的地方叫居限 那我个人跟大家分享概念 就是一种它的隐喻性 那年在对中国人而言 中国的讲的农历年 要远远超过我们现在通常用的 所谓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日历 这个日历是来自于西方 那农历年呢 是中国人东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可能很多包括国民党政府 可能都想把农历年去掉 但它去不掉 农年的第一天 我们通常你可以说叫2024 但是是农年的第一天 出现了巨大的报复性的 这种杀戮式的方式 而它的特征就是结怨 是从它年幼出世之前的结怨 作为一种回归 这是我个人的看处 日照式如果你去查这个名字 就是日出出光出现的地方 日照式就这么来的 在山东 那而这个局限呢 是中国历史 这一朝历史当中 下商周 起来的地方 挺令人感触的 就是实际局限是 这一查中国文明 商周传下中国的文明当中的 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完全没想到 而且在历史故事当中呢 有一些很明确的名人 有名的人物 那这个包括江子牙 因为我查过之后呢 我才感触蛮深的 对于凶案枪杀案 我自己只是重重在 它的发生的时间点上 和发生的地方 那其实凶杀案这些东西 在国内 我相信每天都有 那人们中国人感到害怕 跟恐惧的 跟它的发生的时间 同样是相关 就是达年初一 基本上案子 我跟大家介绍了 跟大家介绍这个 它发生的地方 就是日朝市 这个你所有朋友 都可以查到 日朝市呢 主要是它就叫 日出光照 叫做出光先照之地 那就是暗无天制 没错吧 那就是发生在大年初一 那发生在大年初一 代表整个龙年 对中共国而言 中共国的国土而言 对整个中共国国土 所涵盖的 中华民族的子孙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的 不祥之党 它一出来 出来就先杀人 报复 关键是 它的报复跟结束 就这件事情了账 杀人的人出手 非常的凶狠 凶狠的意思就是 他就像为这事来的 所以他根本就 没有去考虑什么 有这个有那 他其他东西 都没有考虑过 那所在的地方呢 就包括什么 连云港啊 围坊啊 青岛 它是连在一起的 里面有几条河 也在那里 也在那地方汇集 关键是它的晚清 就是它的历史时期 这是旧时期时代的中期 中国的原始社会的 繁年之地 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这一茬文明没了 从这开始 那他出事可不是 涛哥 那咱们 咱们说的论点 论述和2020年 2024出结果 这可就对茬了 对不对 他杀人 我也不认识他 我们只是跟大家说 是这么一个时代的故事 这么一个时代的年代 劝朋友向上 那这种报应呢 是非常不得了的 据考证 居县 就是这发生的地方 居县的有两个镇 发现了旧时期时代的中早期 是北京猿人时期 和新时期时代 大文口文化和山东 龙山文化的相应的遗存期 那北京猿人 那不就早了吗 对不对 你从进化论来讲 都变成最早的了 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文化之地之一 在日出之地 所以他就这个 这个隐喻是非常麻烦的 夏商时期 这叫东尼 西州著名的人物 就是江泰宫 就是这地方 今天的叫秦楼街道 冯家沟村 据说江宫台 就是钓鱼这地方 海曲县 东旅村乡泰宫 其实他讲述就是这 发生在江泰宫的家乡 笔组织 原地 完了 那我们就说完了 在日照地 原来就叫做居国 这个地方就叫居国 在西州的时候 所以岳王勾建灭吾 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日照归岳 然后处建王 元年 又处灭居 以居日照 又归处 后来归齐 然后燕将 燕国应该是 历史不好 叫乐宜伐齐 入齐都资伯 齐王奔居 居人立齐王子 为法 法章 为乡王 公元前二七 两千七百年 破燕军 齐将破燕军 收复失地 迎齐乡王 回子伯 日照 又归属为齐 所以这是一个 完全的 在当年是一个 完全的兵争之地 完全的这个 纷乱之地 在秦始皇 二十六 二十六年 公元前二二一年 统一中国 日照县 为居县之东径 叫狼牙郡 这就是他的历史过程 我跟大家分享 律史过程 我也把它 他从 最早的 原人 原始人的年代 北京原人的年代 到了江太宫的年代 然后再到了 再到了 岳王 岳王勾建 灭无的年代 他穿着了 中国的历史 建政 就是最早建朝的年代 在今天 在这个 龙年 二零二四年的 第一天 出这种事 报复 那跟这个 岳王勾建 灭无的 报复的概念 就前后 不就都有着 一种相互关联吗 那代表着 中国大地的 这种战争 纷争 纷乱 纷争 纷乱 就是龙年的 这种 极大 极其不祥之招 这是我的看法 到了今天 没有任何其他结果 所以历史是重复的 那你透过历史 跟他的地名 跟时间的隐喻 在告诫着今天 兑现的一切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等同的 就是 2024年 是个结账的一年 所以从小账 从大账 都是结账的一年 这件事情是结账 如果从 商朝 留下来的文明 也在结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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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